所以在賽局裡面的話 每個人要發揮最大的功能 就要徹底的去扮演應該負起的責任 首先就是店長了 有三位店長 分別來自於可能比較城市中心的 城市邊緣的 跟城市比較遠的郊外 我們稱為都市店、都員店、郊外店 店長的能力很重要的就是要針對目標的分配 進行相關指標的細分化 所以在拿到一個目標 就要去考慮到 它要如何讓五類產品可以徹底的做好銷售 也因為這樣子 就要考慮到市場的相關的定價 那這延伸到競爭的關係 在我們下一個單元競爭商圈就會特別提到 三個店長因為不同的目標顧客 每個商圈他都有不同的消費等級的顧客 所以更要在商品結構裡面去做調整 那在營銷上就要考慮到統一購買的產品要如何來做銷售 同時的話 為了考慮到他有業績有更多人來 就要設好檔席 讓檔席的規劃還產生更多的人流 所以檔席他就可以根據不同的目的來考慮大中小檔席 採購就要根據整個營業目標的設定來做相關的購買 更要考慮到成本的降低 讓他購買的數量增加 這中間的拿捏跟三個店長跟總經理的協調 是不是就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怎樣 總經理要有這種運籌的思維 這樣子的話 去協調總目標的下達 讓我們的店長們 讓我們的採購們 讓我們負責營銷甚至培訓 還有我們相關三個店的統合 可能還有運輸總監的角色 徹底的去做好彼此的分權分工 這個就是我們在人物扮演角色裡面的話 要深刻體認到的